年升了6天 昨天一度高位也抽升了20% 去到35水平 美市的升幅大为收窄 你觉得市场有这么大幅波动 会不会影响联储局的加息 甚至是缩表的步伐 你如何预视今年加息的时间 其实在历代的角度 市场也有这样的传说 或者这个传说也是很为真实的 就是说华尔街是骑劫联储局 就是当华尔街是骑劫的 当联储局每次想做一些比较进取的 加息的紧缩的行为 让它放手或放缩的方法很简单 简单是七双拳 就是自己打伤自己的市场 令到市场跌得非常多 只是一刹那而已 只是忍一忍的 一跌完之后 市场就会害怕 股市跌了会不会衍生了一连串的影响 然后联储局就会收手 但问题在今次来说 我会觉得和之前所谓这种骑劫的难度 其实来说是相对大很多 因为在历代我们近十年的角度 通胀始终来说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但我们现在一直不接受一个现实 就是在美国那里 现在的通胀是达到7% 再兼且还有计时炸弹 就是在乌克兰那边的纷争 是有机会令到油价马 就是一是拆枪走火的 然后油价再一步再谷 是十几二十元的时候 其实通胀就更加是说不过去 就是说这样也还要不加息的话 你的联储局的公信都没有了 所以我就会觉得 今次是所谓的 这个这样华尔街的方式 如果是企图想把股市跌到暈倒了 然后去令到联储局屈服呢 这一件事我觉得本来在逻辑上 已经是我不购买这一套之外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 我觉得是有一个证据显示 在其他的一些资本市场的一些位置里面 我们会看到 其实市场另外一边强劲的力量 根本不认同这种七相权的做法 最主要是怎么说 在哪两方面市场是不认同呢 第一是在油价那里 因为我们就是说 以逻辑上的角度 如果你是打到资本市场 就是打得太厉害 你有买美股那些 你就知道好像是世夏末日那样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可以是硬地拖低油价 因为每一次 当股市跌到太厉害 那时候油价是会扯下去的 有时会扯得很急 但是你看到今次 油价这一秒 都还有85元 跟没有扯过是没有分别的 而第二个证据 更加强烈的证据就是什么呢 就是相对股市 更加龐大N倍的债券市场 OK 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十年期的债 这一秒仍然都有1.77厘 相对是暂时的高端是1.89厘 其实都是近乎一步之遥 那你每一次就是 如果用七商权的方法去打 就是打伤了股市的话 其实是有权逼海量的资金 冲入债券价格 就是冲入债券的避险 根据是价格与这个息率成反比的理论 你这些钱全部推高 推高那个所谓美债的价格 的话 其实债息应该是会急回的 那可能会被它成功的话 就打到1.6厘或以下水平 但是你看到根本1.6厘 你不用幻想了 我现在都做了1.77厘 那时最恐慌的那一秒 都掉了1.7厘的水平 一爬上来就爬得这么快 所以我们会看到相对似乎 相对是股票的 复价庞大的所谓债券市场 它不购买这种所谓的骑劫 或者因此会令到联储局夹派的做法 市场里面强劲的力量 其实它不认同这个行为